忠诚求仁得仁,求锤的锤,果然又被打了,依旧是被他姐姐一巴掌就给拍翻在地上。 这次忠诚爬起来后,李东梅里姐姐,直接开始演练蛇鹤巴散手,有模有样,渐渐发出风雷声。 忠情迟疑,看到他这个样子,还真不好下手了。 事实上,他察觉到一些问题,忠诚似真的有所悟,练那种散手六年了,今天这算是悟出了门道? 他露出一色,难道那个老王的却很高明,有真知灼见,阐释了道教,这门体术的真谛? 旁边,那位老者也在演练,胸膛微发光,口中飞出一道淡淡的蛟龙虚影,扑的一声,将前方一块青石劈成两半。 您这是领悟了什么? 忠情问道,老者虽然只是负责保护他的人,但他还是比较客气与尊敬。 老者唏嘘,似乎感触颇深,道,只能说,有些人真的天纵神资,适合走这条路,我很想追随他一段时间。 此时,忠情真的有点受不了,看着未练救术不惜卖解的愚蠢弟弟, 在看到老者望向老王时那种发自内心的尊敬,他觉得身边的人都被毒化了。 然后,他又忍不住给他弟弟来了两下。 我才时期,一切都还不晚,有朝一日与话登仙,就是当面喊他小钟,他都不敢瞪眼。 忠诚内心强大,被打后催眠自己。 王轩的确没有乱语,他说的那些话确实是自己的心得体会。 但是,最主要的原因还在于那两人自身积累足够了。 老者苦练这种体数数十年,后继勃发,被点拨后,这么多年来的灵性与感悟,全部爆了出来。 至于忠诚,炼蛇鹤巴散手六年了,底子够厚实,以前离炼成两式散手也只差一层窗户纸的距离,现在彻底相信了王轩所说的话,以最虔诚的心境去炼,水到渠成。 此时,王轩身边站着一些大组织的人,他们比在殡仪馆时更客气了。 并且,那几个来自不同财阀的中年男子走了过来。 在殡仪馆时,他们只与关林交谈,并未像其他人那样主动接触王轩。 现在他们放下身段来到这边,主要是因为王轩实战能力太恐怖,几乎是寝客间就将周围挑翻。 周围是什么人? 实力过人的资深宗师,结果才一交手就伸中抱胸脚,被踹出个大窟窿。 救护车直接将他拉走了,一个弄不好,他就会紧随奥猎杀之后,加开个追悼会。 几名中年男子笑容满面,相当地接地气,和王轩聊得很轻松。 过程中,他们很自然地介绍了自己的身份。 他们没再矜持,直接开口,希望与王轩合作,并且很热情地提及,有什么需要尽管提。 有先秦时期的金色竹简吗? 王轩富匪,但嘴上不可能这么说,他只是笑着应付,没去提什么要求。 他很清楚,这几人虽然不是各自背后组织的掌权人,但身份也不算低,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主。 真要拿了他们的东西,估摸着不去为他们卖一次命,事情不会结束。 这终究是科技高度发达,超级战舰深入星空的时代,财阀与各大组织掌握着庞大的资源。 在这些人眼中,宗师也就那么一回事。 如果不是那片密地,确实需要肉身强韧的人,估摸着他们不会与王轩接触。 无论是新术领域,还是旧术领域,财阀所看重的,都是对延长寿命的深入探索,若论实力等,远不如多研究战舰。 当然,真正接近超凡的人会让他们忌惮,他们认为,那种个体出行时需要报备才较为稳妥,因为刺杀能力太强。 王宗师年轻有为,实属旧术领域经验的奇才。 看到你,我就如同见到年轻时的老陈,都是难得的英才啊。 可惜,过几天多半就要为老陈送行了。 一个中年男子感慨,面子上给予王轩足够的尊重,顺带还提到陈命图。 旁边,观林的脸直接就黑了,很想说,你死去几十年后,老陈都不会有事,命长着呢,以后保证给你惊喜。 不管怎样说,几人都相当地客气,不另给予王轩极高的赞誉,都递上了名片。 王轩自然也满脸笑容,现场气氛相当地融洽,须与尾仪谁不会。 他精神能量旺盛,感知敏锐,自然能觉察到,这几人的热情流于表面,骨子里其实有种疏离感。 很明显,顿情分,他们远不如老吴。 这些天相处下来,老吴虽然心思不少,但还是有几分走心的,想与王轩结交,维持好关系。 观林走来,直接打断几人,道,小王很不错,是我认的弟弟,将由他护送陈永杰去京城养伤,你们少费些心思吧。 几人确实想一步到位,和王轩谈一谈去密土探险的事。 现在观林出头,他们只能暂时作罢。 曲中人散,众人皆离去。 连大午想和王轩说几句话都没来得及,他已经被观林带上飞船,直接远去。 一艘星际飞船中,那几个来自财阀的中年男子在闲聊。 你们说,陈永杰真会死吗? 我觉得这事儿有问题。 其中一人突然这样说道。 其他人几人,文言都露出一色,他们都相当地精明。 沉默片刻后,有人点头附和道,确实让人怀疑,他的五脏都碎成上百块了,居然能坚持到现在,该不会又活了吧,甚至触及超凡领域。 他们都郑重起来,一番思量,有人认为陈永杰或许死不了,而且很有可能要与旧徒有关部门加深合作。 所以,奥列莎被空难了,不仅仅是有人念旧情。 几人都在私存,琢磨了很长时间。 如果陈永杰活过来,可以找个机会和他聊聊,请他亲自去那片密地探索,以前又不是没合作过。 他们有底气,在这个年代,即便是烈仙再次出现,都可以用超级战舰轰杀掉。 纵然陈永杰超越了大宗师领域,也没什么大不了。 老陈应该明白,这是什么时代,真有一天有了不可调节的矛盾,再厉害的人也会被直接打杀。 在此之前,我们还是要给予陈永杰应有的尊重,在这纷繁复杂的时间,一切都无外乎利益。 相信能找到一条让彼此都能接受的路,毕竟老陈也是个聪明人。 陈命徒要离去了,将前往京城,正式与有关部门加深合作。 在离开前,他和王轩聊了很多。 去新兴吧,那边机会多,观灵给我带来一本书,让我越发明白,修行者要主动接近超凡。 你又有什么发现吗? 王轩看着他,老陈很严肃,道,采药这个境界,虽然讲的是采我们自身体内的大药,但是我看了那本书后,有种怀疑。 前人似乎在暗示,多接触现实中的各种密钥,亲近超凡的奇物,对采药这个境界有极大的益处。 最为主要的是,那本书只论述了采药这个层次,其他境界是否也要有异常接触。 陈命图探道,各种典籍都在新兴采法手中,地仙草,长生叶等也都在升空,机缘多多呀,趁年轻就去走一走看一看吧。 王轩狐疑,道,我怎么觉得,你似乎无比希望我立刻动身。 一切都是从三十年前的一场神秘接触说起,果然,老陈忍不住了,再次提起这场。 停。王轩转身看向青木,道,老青,开飞船送我一趟,我将见仙子送回当年的小刀灌沉眠。 老陈顿时异性阑珊,摆了摆手,道,青木,开关林的飞船,不会有人定位与跟踪。 时间不是很长,青木操控飞船,将王轩送到八百里外的一片荒芜的山岭中,这里人际罕至。 这片薅草丛生,荆棘遍布的荒山,真的不像是出过仙家人物的灵地。 王轩找了很久,才在一座矮山上发现那座小刀灌留下的断壁残垣,都被野草覆盖了,不少瓦砾都埋在了泥土中。 就是这里。 仔细辨认后,他确信就是此地,与见仙子在梦中为他掩饰的矮山道观一指一致。 王轩刚将那块存放着羽化仙谷的玉盒取了出来,然后他的眼皮忽然变得很沉重,直接打了个盹。 梦中,他再次看到女剑仙,他依旧是那么的空灵出尘,扬着下巴,迈着清灵的脚步,由远而近。 不过,这次他没有嫌弃王轩,更没有拿剑劈塔,为他展现一些图景,竟是让他带走仙谷上一些黑乎乎的雷结痕迹,留在身边。 王轩复匪,剑仙子太小气了,临别前就给一些黑乎乎的东西。 女剑仙瞬间就要用仙剑砍他,竟能听到他的心语,最后他气呼呼地掩饰,将雷结痕迹带在身上,可保他一次平安。 王轩吃惊,然后就是一片赞美之语,仙子空明出尘,风姿绝世,惊艳了岁月,倾倒了上天,兼且法力无敌,单手可镇压红衣女妖仙。 女剑仙听到后,又嫌弃他了,撇了撇嘴,在月白长裙飘舞中远去。 不过转身的刹那,他嘴角微翘,听到那些赞美之词,他扬起雪白的下巴,露出不让别人见到的灿烂甜笑。 在即将梦醒前,王轩看到女剑仙背对着他挥了挥手,骄傲的远行,逐渐模糊。 最后关头,一有光影一闪,他竟看到内景地,看到光幕,看到另一位剑仙子已绝世剑光撕裂天穷,先见摇指强大的对手,正在厮杀。 他一下子就惊醒了,想去帮忙,却什么都见不到了,他已经回归现世中。 三年之期,我一定早早来这里等你。 王轩自语,他不知道三年后究竟会发生什么,但却能感觉到,见仙子不会害他,且想保他平安。